新世紀、新旅程、新療癒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張宗岳 非常歡迎您收看《愛光西雨》節目 我們知道中華文化遠遠流長 事實上在近代能夠融合儒士道三家 與一生的大師實在是不多 而今天在我們的節目當中 特別就理請到他能夠融合了儒士道三家的精華 與一生的佛學泰斗大師 也就是鏡空老和尚 我們非常的榮幸能夠理請到鏡空老和尚 到我們的節目 那我們現在一般的民間信仰裡面 除了阿彌陀佛之外就是觀世音菩薩 因為他就好像我們的母親一樣 對 如果我們的因緣跟觀音菩薩比較深 那我們持觀音菩薩的佛號 行 我一樣可以去這個世界 可以 還有大師之菩薩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我覺得這些法門都很殊勝 但是法師您一直在推動的淨土法 我不容易 我真正相信佛說的話 男性之法 我學佛將近三十年才相信 才接受 您可以說一下為什麼 因為您自己都是 我覺得它太容易了 是 哪有這麼容易的事情 不能相信啊 不能接受啊 我學佛六十五年 我學佛六十五年 講經五十八年 講了三十年才接受淨土 所以男性之法我的印象很深刻 真男性啊 我從講華言的時候才明白到一個道理 《華言經》講到最後五十三餐 我就想到文書 普行這兩大菩薩 是我們知識分子 心目當中最尊敬 最亮目的 他學什麼法門 結果也看到他學念佛法門 他的成就 是在西方极樂世界成就的 這個我們才真正明白 死心塌地 把其他經都不講了 再專講這個 自他兩立 可是師父您說念佛法門 其實是這麼容易的 念佛的人也很多 可是能夠去到西方的人 好像不是很多 那它是裡面有障礙 沒有放下 要把所有的障礙 明文立揚 五一六成 放下 不但把它放下 還要把八萬四千法門放下 都要放下 你才心磚 磚一 就能往生 那些東西如果還留到這裡 它是障礙 是 一萬個念佛人 真正往生 沒幾個 為什麼 沒放下 是 所以您告訴我們 真正的精益在懂得放下 但是放下 對一般人來說 還真很困難 因為在口頭上說 但那個心怎麼樣放空 要真正把這個經典 讀到相當的程度 真正了解 我們六根所看到的經典 全是假的 沒有一樣深的 你才會放下 為什麼放不下 你把它當真 就放不下了 你要知道它是假的 很容易放下 對 對 然後我最近也看到 師父您在2016年 就是今年的7月 有在英國 特別成立了一個 漢學的學院 這個是一個非常殊勝的 我也看到了這個 叫英國的漢學院 對 對 這樣子的一個姻緣 因為我們發覺 中國人自己都不重視自己的文化寶庫 對 為什麼在西方 他們非常的渴望 我也不知道 這個姻緣 我跟這個校長 去年才認識的 去年我參加聯合國的會議 開完會之後 我聽說英國政府下令 全國小學中學大學 學生都要學中文 我感到很驚訝 所以我就到英國去看看 從巴黎到一旦都很方便 是我第三次去英國 對 今年去了兩次 這個校長 威爾斯大學校長 他聽說我到英國訪問 他就來找我 帶了一個副校長 主管擴臣的兩個人 我們談了三個半小時 我說中國 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 它有五千年歷史 中國老祖宗非常有智慧 實在講都是佛菩薩再來的 有智慧 有德行 他們建立的這個文化根深蒂固 留下來給我們東西 子孫的東西 不是金銀珠寶 最可貴的就是文化 這個文化是以四庫全書做代表 那麼四庫全書 商務運輸款 世界運輸出去 都把它翻印出盤了 我買了全書 買了112套 輝藥我買了300 應該有330多套 分送給全世界大學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就收藏了 縱然有災難 全世界災難 我相信也會留幾套給我 不至於完全毀掉 我是用的這個心 那麼現在年歲大了 書是可以存在的 這個書如果沒有人唸 人看不懂 那都等於廢紙一堆 那我們的文化就滅亡 這個很可怕 所以我必須要培養一批年輕人 學漢字 學文言文 有能力讀四庫全書 這我就放心 我高層的我 就這麼一個很單純的目標 而且我只希望能培養 30到50個學生就可以了 能夠讓他們好好學 有能力去讀四庫 讀揮藥 然後他們畢業之後 希望他們在四庫裡頭 學一種兩種 專攻十年 他們就變成全世界一流的漢學家 我們的傳統文化就能延續下去 所以這是一個為往生極絕訊 對 為萬事開太平的一樁大師 這個校長一天歡喜 他說我們夥伴 要跟我夥伴 想不到這事情 沒想到他真幹的 我回到香港 去年八月 他帶著學校的董事會的主席 跟另外一個副校長管過程的 學校三個最重要的人 到香港來看我 在我那住了五天 我安排一天的時間 跟他香港去遊覽 我們四天在討論問題 大家歡喜 建立了共識 所以今年四月 王子跟我約定見面 查理斯王子 他是校長 就是查理斯大學的校長 這個校長不管事 真正管事就是副校長 他是知行校長 所以王子也非常歡喜 我們在一起聊天 也是談得很愉快 很多想法看法都想到 這是個緣分 這個緣分祖宗安排的 佛菩薩安排的 不是人安排的 怎麼會跑到那裡去 而且一談就歡喜 彼此都能接受 所以很難代替這種事情 我覺得王子跟校長 前世都是中國人 投胎到英國去了 要來集成中國傳統文化 這個可是一種大事情 那這樣我們就放心 有一個預言說 21世紀將是中國 是全世界最強的國家 對 那看起來現在 也真的在這個目標上擔心 這個歐洲人很相信 是 是歐洲人說的 所以他們要趕快學中安 是他們的漢學家 他們說的 他說 要避免第三次大戰 就是核子戰爭 怎麼避免呢 全世界統一成一個國家 誰來統一呢 中國人統一 唐門利說的 英國的一個歷史哲學家 是 他對於歷史全清楚 他就想到 我想他的靈感 是從中國夏商周來的 夏商周的統一 不是政治統一 是文化統一 不是政治 不是軍事 不是經濟貿易 也不是科學技術 中國人統一全世界 不用這些東西 用什麼 用文化 用無能無常思維 但是 就是我想他濃縮的 用佛法的 放下 貪嗔吃滿意 用孔子的 文良攻堅讓 表現出來 這個世界都美好 是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還是有很多的亂象 如果我們希望回到 漢唐盛世 路不時宜 夜不庇護 師父覺得怎麼樣做 因為我們希望在我們的有生之年 就可以看到這樣的時間到來 在今天這個事情 民主國家做不到 為什麼 他要選票 因為很多人不贊成 就不能通過 中國有好處 中國這個國家 不是民主投票的 是領導人說了算數的 只要領導人能夠回歸 中國人就收到了 所以有這個好處 是 所以要期待的時間能夠改變 對 但是中華文化的傳統 一定要發揚光大 對 所以現在難得 中國政府已經把唐太宗編的群術之藥 作為秘修課程 這個難得 唐太宗27歲做皇帝 他是將軍 是在兵打仗的 治這麼大的國家 用什麼方法 所以他召衛貞 叫大臣 召了六七個人 成立一個小組 從三皇五帝開始 一直到他前面這個朝代 過朝過代 這些書籍 書籍裡頭 去找 有關修身 齊家 治國 平天下 這些文字 通通抄出來 給他看 讓他做管理國家 同時 統治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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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一國的 依據 所以這幅書出來之後 他手不是倦了 文武大臣都要學 這就是佛家講的 見和同結 上下 是都都一樣的書 同樣的見解 同樣的看法 同樣的想法 國家大治 造成大唐盛世 那現在的時候 我們也用這套書 我們漢學院 主要學的過程 就是 神術之藥 為什麼說它 現在 舊社會 要擺在地上 這個東西能夠 舊社會 是 我看到師父您在 舊社會 舊世界裡面 其實您是有次第的 也就是說 您一直在推動孝道 孝道你從孩子 要讀弟子規 沒錯 然後太上感應篇 沒錯 那這樣子的話 從一個人從小扎根 對 中國傳統文化的根 融會起來的時候 就是兩個字 一個孝 一個敬 孝 用父母做代表 敬 用老師做代表 這是一個人 人生 最值得尊敬的人 要把孝順父母的心 尊敬老師的心 對待一切人事 這就叫大同時期 不是指對父母 年歲跟我父母差不多的人 我都把它看作父母看待 年歲跟我老師差不多的人 我都認為他是我的老師 這樣才能天下大職 所以我們舉行季祖 季祖是提倡孝道 很能感動人 您提到季祖 我也特別看到了 對 您在 這個是校長 我們在香港基礎 是 正好他碰到了 去年8月 我就帶他參加參觀 他看了之後流眼淚 他說太好了 就問我 能不能到英國去做一場 我就答應了 所以到英國做了三場 這個非常的殊勝 您跟英國的這個緣分特別深 對 你看我請他做主機關 他穿成中國的禮服 是 我也看到了 他穿中國禮服 對 完全是中國 沒錯 中國的服裝 其實在我們這個地方 很多已經忘記了這些 尤其是年輕一代 沒錯 所以我們反而看到在西方 把這個傳統好像保留一下 對 明年我還要提倡一個季口 季老師 是 所以兩次季祖 一次季老師 希望把孝順父母 尊敬市場 這個文化再把他興往起來 您覺得這個在西方社會行得通嗎 行得通 這個 所以他叫我去的時候 我很歡喜 這是好思 對 英國在歐洲 起帶頭作用 英國人做 歐洲人 我相信明年都會做 歐洲人做了 會影響全世界 全世界每個國家都要做 咱們中國就要做了 是 就會非常很認真地做 用這個來領導全世界 這個好 這是非常期待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了 地震頻繁 災難頻繁 對 然後在佛法裡面在講說 這個萬法為心所造 萬事都是為心所變化 沒錯 佛法是講災難是人心 是 促成 貪辣 所感應的水災 成慧 感應的是火災 地球溫度上升 水火災 懷疑 感應的是風災 龍捲風 風災 傲慢 感應的是地震 懷疑 感應的是山塌下來 地突然陷下去 這種事情在最近很多地方都看到 都發生到 所以 貪辰痴慢 所感到的 這五種災難 那麼如果我們能夠把貪辰痴慢 一斷掉 這講問 修釋迦牟尼佛 首先 修佛就要斷貪辰痴慢 你才能上軌道 你才能入佛門 如果貪辰痴慢 一不斷 它障礙你 你在佛法裡 只能修到知識 智慧 智慧 學不到 功夫 學不到 化解災難 做不到 所以這兩個人很好的榜樣 孔子 表現在外面 射加 表現在裡頭 這兩個人的好樣子 我們學到了 一生幸福快樂 我學佛 我學佛 是在講 老四 三句話 就把我搞定了 方東梅先生 我跟他學哲學 最後一個單元 哲學概論 最後一個單元 佛經哲學 我那時候很懷疑 我說佛是宗教 而且是多神教 多神教意味著是低級宗教 高級宗教只有一個真實 佛什麼都會 顯出多神教 泛神教 這是低級宗教 他怎麼會有哲學 老四告訴 他說你還年輕 你不懂 釋迦摩尼 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哲學家 大乘佛法 是世界上哲學的最高峰 最後 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就把我拉到佛 佛法裡頭來了 真的 不是假的 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要佛 能語力的第一句 也就這句話了 虛兒時機制 不亦樂乎 你所學的東西 通通落實生活 落實工作 落實待人介護 快樂無比 真樂 無論辦什麼 都一帆風順 為什麼 有智慧 有定功 心是親近 沒有自己的慾望 只是看到眾生在受苦 我怎麼樣去幫他 師父您講的讓我們豁然開朗 因為很多人對佛教是誤解的 對 可是現在的年輕人 因為我們現在更擔心的就是 我們未來 我們的地球命運 我們的命運 現在問題在 沒有老師 老師不教了 方敦偉先生 我跟他學哲學 他就老實告訴我 這是現在的學校 65年前 先生不想學生 學生不想學生 我那是想旁聽他的課 他說 你要到學校去旁聽 你會大事所望 最後怎麼樣 最後的時候 老師叫我到他家裡去 我的課是家裡上的 一堆藝上的 在他家小課廳 每個星期天 兩個小時 上午9點半到11點半 他給我講一部哲學概論 我從這個地方去認識佛教 走到佛經哲學 是 這麼進來的 然後進來之後 大小誠經一看 原來釋迦牟尼佛 是一個偉大的社會教育家 他教育的內容是圓滿 真依樣不露 世間法 倫理 道德 因果 身心教育 包括在裡頭 還有出世間法 告訴我們 怎麼樣脫離六道輪迴 怎麼樣脫離社法節 怎麼樣到極樂世界去 親近阿彌陀佛 在極樂世界完成修業 很了不起 師傅 您是不是最後 對我們的現在的觀眾 做一點這個開示 現在人都喜歡講求這個速成 那有沒有什麼便捷的方法 什麼東西 速成啊 他們希望很快 速成 希望很快的得到幸福快樂 不可能 或者到極樂世界 有什麼方法 不可能 世界上沒有速成的東西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 都要有耐心 有耐心 有方向 有目標 要循序漸進 最重要的 要用真心 不能用往心 什麼是真心 笑是真心 靜是真心 所以我跟大家講的最簡單的 斷 一定要斷掉 坦誠之萬一 要把孔老夫子的溫良公堅讓 表現出來 你說那個人生多快樂 無論到哪個地方都受人歡迎 你問我學的 我就學的這些 就這一點就夠用了 在全世界 雲油就夠多夠用 上 我認識很多國家領導人 嚇到凡夫走出 我是一律平等看待 都是人 都需要愛 這個日子快樂發息充滿了 這長生歡喜性 是 非常謝謝 我從師父的身上看到您 真的是 就是一位大菩薩 愛光充滿 對 也從您今天的這個 跟我們的開示 我感謝父母 是 小時候咋的根 叫我尊師忠道 我感謝老師 老師指我這個路 真的是 稀有光明打到我 讓我一生活得這麼快樂 是 也希望您那個法體康代 能夠長轉法輪 再領導我們眾生 能夠世界能夠光明 世界和平 謝謝大家 謝謝師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拍張 小分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by bwd6